点日来的高温 金门举光湖里面的鱼群也受不了了 有超过两万条鱼热死 早上开始陆续有鱼浮出水面 甚至在角落堆积成群 场面触目惊心 而初步研判是因为天气炎热 水中荣氧不足 才会导致鱼群集体暴毙 环保局派人到现场清理 把打捞上来的鱼群送到垃圾处理场进行掩埋 一只只的死鱼漂浮在湖面上 尤其在角落堆积成群 画面触目惊心 现场还弥漫着一股鱼狮的恶臭味 会不会很臭啊 会啊 很臭啊 臭死了 大概多远就闻得到 多远哦 没有我骑过来的话就可以闻得到了啊 金城镇旁的举光湖鱼群集体暴毙 估计超过两万只 就怕吓跑观光客机门养护工程所 接到民众通报之后 立即派人到现场打捞 我们整个湖区大概有将近两公顷左右 那大概应该有一两万只跑不掉 那我们也已经要求我们的员工加派人力 针对整个湖区的一个卫生的部分 包含一些一只的一个打捞的部分 能够再用最快的速度来处理 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天气炎热 菊光湖缺少打气设备 造成水中溶氧量不足 包括乌鱼 黑雕跟鲁鱼这些高经济的鱼种 都不敌高温纷纷暴毙 环保局人员采样检测 水温设施35.5度 由于暴毙的鱼群还会陆续浮出水面 洋工所人员持续打捞送到指定的地点